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极客鞋谈老鞋还是最好看 我们今天说老鞋 然后在球场的啪啪啪声音中我们回味一双老鞋 这双鞋是我个人很喜欢的鞋 也不是说最近要复刻什么的 而是它其实复刻过在十几年前复刻过 但最近好像也不会说要再复刻了 但它的性能还包括做工都非常的经典 设计也非常的简洁 十几年前的这种复刻篮球鞋的水平 然后它又是在90年代的时候又是一个怎样的这种感觉 就是这双皮鹏二代 我不知道大家对皮鹏舍不舍心 皮鹏其实就是乔丹时代的这个公鸟二当家 然后它自己是一个臂展很长的一个很瘦长的一个 能飞扇扣也能抢断能投篮能突破的一个球员 所以它是一个90年代非常全面的一个球员 它的球技然后包括它的这个球风都是很高超很优雅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说一说的 还是皮鹏二 这双鞋我也是之前会在网上搜 然后就看看偶尔如果有卖的话我就会下单 所以为什么我有两双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鞋越来越少了 如果见到一双我就想去买一双 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怎么说呢也没有机会去买到这个鞋的 因为这双鞋的元年鞋是97年98年 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小学然后复课的时候大概是05 06年 那个时候我又刚刚读大学也没什么钱 而且那个时候还不太深深的懂得球鞋这方面的东西 直到最近几年我回想起那个时候的鞋来的时候 比如说皮面的鞋然后前后都有气垫的很扎实的 然后做工又很精致的鞋很少了 然后我就想有机会的话就收一收这个鞋买一买体验体验 其实并不是说要打球或者说怎么样 只是为了回味一下 那这个鞋其实看上去就很简简 其实按照现在球鞋的这个新款的老款的对比起来 它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因为它不会像现在鞋有堆叠那么多层次 比如说编织面料然后皮面然后什么热压鞋面 它都没有中途没有它的表面就是一块皮 这个可能中文我们会说它是什么荔枝皮啊 什么AJ1复刻的什么什么多么多么好的真皮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很普通的这种材质就是full grain leather 就是大家能看到上面有很多这个天然的褶皱和纹路啊 类似这种头层牛皮的这种感觉的这种皮 这个皮自己看上去摸上去就会觉得好舒服 有一种在摸高级汽车的门把手啊门板啊或者是沙发的感觉 这种鞋现在已经很少很少了 就是它的鞋面嘛 鞋面其实很简洁 就是你看一张皮两张皮三张皮这个鞋面就这样就这样做起来 然后是白红色的 这个红是类似这种校园红或者是说运动红 白色就是普通白色然后银色啊它超过三种颜色了 不符合我们以前我们的华杰同学的配色原则也不符合各种配色原则 那它其实是有它的原因的 整个这个鞋的设计概念是取自于一辆车 那个车是1951年的一个福特集团的一个中低端品牌叫mercury 一个品牌的一个叫跑的一个这种感觉的这种车的这个车型 那个车呢它有一个很主打的亮色的这个银色的设计 所以它会用银色 然后鞋底用的是全黑all black 就是它的配色是很公牛配色的 然后又加上一点这个银色的装饰 就是很有高级感 在那个年代大家会觉得这样的做法会很有高级感 因为同年跟乔丹乔14代出的时候 它也是按照车的这个概念去设计 它也会有一点比如说铝合金板啊 然后那种金属材质的感觉 那个年代其实很流行这种材质 所以它这个下面的这个整个这个 它说啊英语介绍上是Chrome 我们说其实就是一个圆盘 一个承托托托托托托盘用的Chrome配色 就是这种灰金属灰的配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个tpu片上是有点像那种撒着银粉的感觉啊 就是很高级 但实际上就是塑料材质 一个tpu盘而且是异形的 是足弓处有一点点弯曲的 外侧也有点点上包的 这就比较良心了 因为那个年代能做碳板的鞋偏少 基本上只有乔丹系列或者做碳板 它侧面呢用的这个银色是那个仿那个Mercury 1951年版本那个车的那个银色的把手 能把手做的是这两个这两个式样用的这个银色 然后它这个流线型呢是跟那个先背车的流线型差不多的 有点S型曲线的感觉吧 就让你觉得这个鞋很流线嘛 就有点像车的流线型的感觉 然后后面是三个这个三道杠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皮鹏本人33号有关系 因为它的一代鞋这里就是用了33的这个一个这样的形状 做了一个外调的一个鞋面设计 这个鞋可能也有类似的这个寓意在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它这个侧身的这个曲线流线型 是跟皮鹏本人那个鼻子有关系的 皮鹏的鼻子是它整个面部 如果皮鹏的脸我们说是一个设计品 设计的工艺品的话 它的视觉重心就是它的鼻子 很尖很挺的那种鼻子 这个鞋又有点像它那个他喜欢的那个车 然后又有点像它的鼻子 这个鞋其实是Aaron Cooper设计 Aaron Cooper设计过很多经典的鞋 当时因为皮鹏在孟之队的时候穿了那个大air 让别人误以为他喜欢大air Maxair的这种感觉 就给他做了这个一代就沟通不足嘛 结果后来皮鹏说我就喜欢乔丹的 因为他好朋友就是乔丹 喜欢乔丹脚底下那个zoom air的感觉 因为你也可以看到其实打球的时候 皮鹏也穿过乔丹12代 就是穿过乔丹的鞋 所以他会对乔丹的这个鞋的zoom air的这种感觉很清楚 这个鞋是老鞋了 然后我之前买过的第一双 就已经直接是把气垫踩爆了 我曾经还去想尝试去修复气垫 但是修复不了的 因为它的气垫大家看是这种不规则形状的zoom air 对吧 现在来看简直是超级良心的 这是一双复刻鞋 它的前掌的有三气势的zoom air 就很舒服很舒服 当这个气垫没爆的时候 我踩上去感觉前脚掌就是有一种按摩的感觉 然后后面呢是这个一般的这个air 就是airsole的这个气垫 它前掌就会很舒服 就是现在所有你穿zoom air的鞋感受不到的 因为这样的这个形状的气垫基本上已经绝肿了 直到最近几年 我觉得跟这个脚感最像的是杜兰特KD10的那个脚感 就是前面大面积全部剩下这个zoom air 那这个气势就是可能是披蓬当时喜欢的 披蓬好像说原年这个鞋的气势还要再多一个 这个气势跟乔14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后来到后来变成复刻变成三气势 但也已经很多了 就是能感受到这个前掌很舒服的一个感觉 后场也有气垫 为什么说这个气垫也很牛逼 就是最近不是欧文的五代要出来了吗 欧文五代前面不是做了一个气垫 然后割了很多很多块各种各种各种方向吗 我觉得还不如这种气垫牛逼 这气垫又厚实面积又大 说真的就是耐克在宣传上面还是很会制造概念什么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那种新的那个款式 然后做了很多很多小的调整 它就卖了一个概念出来 就是跟这个鞋相比 那真的是相去甚远了 而且这还只是90年代的设计 为什么这个气垫现在不做了我也不知道 但是像欧文那种气垫我觉得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还不如这种气垫 他们只是花了钱请一些媒体在吹而已 气垫那么薄 割了那么多下 然后还要宣称自己一个新概念 完全没必要 我觉得就是做人要实在一点 做产品更要实在一点 然后侧面你看有这么大面积的这个塑料TPU 这还是有一点硬度的 就这个TPU从这边一直延伸过来 你可以想到你的脚踩去都是踩在这个位置的 然后左右两边都有保护 就对你的踩关键的稳定 整个这个鞋的稳定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TPU一直延伸到这个脚前掌 所以你能看到当时那个鞋的这个 整个处理方式和做工都很良心 而且这是个复刻板 中底的这个足弓的TPU材质也很硬 非常非常硬 然后橡胶呢用的这种人字纹很普通的人字纹 我记得国外有个帖子有个网站很有意思 他说你看皮鹏这样巨星的这个鞋底 也没写什么故事也没有什么经纬坐标 也没有什么出生年月老婆孩子的名字啊生日之类的 就这么简洁 他还是那么厉害的球员 所以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 就反映了皮鹏这个人 刚才打球的风格一样非常的简洁 也很扎实一点都不花哨 然后你可以看他打球的时候 没有什么花哨动作 过人从来不会说什么好几下跨下运球啊 加个转身啊然后一个备船啊什么的 没有这些东西 他扣篮就是直接手高高的去来扣 然后要投就直接空档就投了 要不人一步就过了 他的球风然后他的人 然后他的这个鞋基本上就融为一体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 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可能会喜欢这个鞋 因为这个鞋一点都不花哨很简单 说了这么多我们就说它的功能了吧 先说它的鞋带系统 大家看鞋带系统上面这两个是固定丝的吧 就是这个金属鞋带扣很硬的 硬帮帮的这个是有助于你最后贴的这两下固定这个脚腕的 然后中间这四个呢是隐藏式的快速鞋带系统 就是你看到这个黑色的内里 它这个鞋面隐藏在里面后 你等于一拉这四个鞋带孔会很快的响应 让这个鞋的这个鞋舌贴合到这里 所以它是分段的啊 最上面这两个管脚踝 然后这四个管脚背 前面还有四个鞋带孔 就一共十个嘛 这四个鞋带孔专门管理这个脚前掌的宽度 就如果你的脚很宽 你可以松一点没关系也能穿进去 如果你的脚斩你把它拉紧一点也没关系 所以它是分段式的很好的能够让你调整这个鞋的包裹 总体来说这种虽然说有点麻烦 但是它很经典很实用 比现在很多很多的所谓的鞋带系统都要好 然后大家再看这个鞋舌上 每一个鞋舌的单独的这个鞋带孔 都有独立的皮质的皮环去保护 然后呢这是一二三四五个六啊 六道这个皮环上 它就是光这个鞋舌加半内靴 就已经有两种材质 三种材质再加皮的材质 这个现在也是很少见很少见的 然后再看它的内靴 它内靴其实没有达到一个完全覆盖 它只是在脚踝附近有覆盖 所以是有比较好的填充物的这个感觉 然后又比较透气 不会让你这个整个脚闷在里面 然后脚踝出的这个填充感又很好 然后后面还有拉环 让你穿进去的时候 不会把这个内靴给踩下去 所以这个设计现在我觉得 看上去你虽然说已经很传统 但是它依旧很经典 然后做工非常的用心 只是这些做工可能很多人不会care而已 然后它的拉环就是普通的布的 然后上面会写PEEPON的标志 然后前面也会有一个拉环 就是它都是呼应的 前面有一个PEEPON的LOGO 这样子拉 你一拉整个脚就穿进去了 这个鞋的性能就是让你在脚伸进去 很里面很安全的同时 包裹感达到极致 然后前后zoom air都有这个缓震的保证 后面是airsole的保证 然后中底这些抗扭配合很大 所以这个鞋基本上在我看来 是一双很完美的实战鞋 然后在国外的很多帖子上 你也可以看到别人说 虽然是个90年代的鞋 但是现在你跟很多鞋比说 就现在球场上就有人穿的 就有人穿的库里五代在打球 那就不行吧 库里的这个鞋就根本就比不过这双鞋 但是可能因为球星大家熟悉一点 然后设计稍微好看一点 低帮鞋大家会去买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感觉 那个年代是回不来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买一些这些老鞋品味一下 然后把这些鞋的视频放到网上 让大家多看一看 我现在也可以在上脚穿这个鞋打一打球 再把那个鞋子在球场上的一些画面 可以再保留一下 稍微再拍一拍 放下来 放下来 ration 放下来 deci 明镜需要冂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跟大家打个招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肥屁 我叫肥屁 现在在静安区读书 现在是打静安联赛 对 学篮球只有一年 然后 打什么位置 我打的基本上是前锋 大前还是小前 小前 对 高中 我看他的鞋 因为我们也是喜欢球鞋的 他穿的是这个 Crazy Explosive 2017的 所以我们想问问他 他挑选这个鞋的逻辑是什么 因为他是喜欢欧文的 对 我的挑选的鞋子的逻辑呢 就是 一呢是看自己的 喜欢的球星 这是一点 我觉得最重要的话 还是他的那种灵活性 还有那种保护性 因为我穿欧文3的时候 有一次 我觉得是扭的 扭脚扭的非常厉害 再次站上球场的时候呢 我就选了这个 就是防侧翻信比较好的 然后还有点高帮的鞋子 还有呢我挑鞋子的话 不会挑非常重的 像勒布朗15那种 就太重了 我觉得 然后你可以跟大家说 你现在平时 买鞋 买鞋的一个频率啊 然后 一些这种 我呢要看就是 有没有出自己喜欢的 然后 我才打了一年篮球 然后我现在接近篮球 越来越深了 需要很多很多的球鞋 然后我就看那种帖子 看的非常非常多 然后呢就了解了 非常非常多的那种 以前的就像HD的 2017还有以前的那种 2016那种 哈登1 还有就是螺丝漆带 对螺丝的系列 看的鞋确实这几个都不错 对是 比如说像20 Hyperdown 2018 你就不会喜欢的吧 2018我觉得 不会喜欢 为什么 没2017好看 其他的呢 像什么哈登1 你为什么觉得 哈登1比哈登2好 还有哈登3 哈登3的话 就是我觉得他前面加那个帮带嘛 虽然是就是把那种 就是前面前脚空的地方给帮紧了 但是会有一些不舒服 就是你其实买鞋 你会试一下的对吧 对 那他就是不是云评测 就是真的是去穿了 然后感受一下 再还是说鞋 就是如果我跟你说 这个鞋是说皮鹏的鞋 你对皮鹏的了解有多少 皮鹏的话 我就会 一呢是想到他是 呃 Jordan的队友 然后呢 二呢 就是想到 他有 总冠军嘛 总冠军戒指 然后三呢 会想到那个 皮鹏的大A 那双鞋 其他应该就是 想不到了 对 这就是个问题 就是其实这个鞋还不错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 然后 而且他 就我现在跟你介绍 比如说现在跟你讲 他皮鹏二代 然后是下面是zoom气垫 然后皮鹏当时穿这个鞋 跟乔丹一起拿了总冠军 当时乔丹脚上穿的14代 14 对 然后皮鹏穿的第二代 然后这个鞋如果现在在复刻 再出 然后1000出头的价格 你会买吗 我 我觉得我 应该不会去买吧 为什么 因为我朋友都不了解 这种东西 是如果买了这双鞋的话 就是 我之前有想过买老鞋 但是他们就会觉得是fake 因为他们都没见到过 而且他们也不了解 像 像因为AJ做的比较大嘛 所以他们就会了解到很多 那如果这个放专卖店卖呢 然后打一波广告 大家都知道 卖的话 那我想我先要了解 先要看你们节目 了解它的各方面了 是吧 好 这个节目就做的有意义 那证明其实老鞋 在被宣传 然后在被 说得很清楚 很透明的情况下 大家还是有机会 可能会去买的 对 主要就是不能 出fake 让别人觉得这是fake 对 我觉得最后 一个有一个可以总结的 就是这种鞋 其实并不是说他们不想买 或者不认可 而是也没有推到市面上来 对 然后也没有跟 更多的年轻的消费者 讲清楚他们的故事 大家也没有一个正规渠道去买 说实话 因为这些鞋已经断货了 十几年了 大家很怕买的fake 因为他都不上淘宝买鞋了 我觉得 这就是年轻人的一个趋势 然后 因为我们做老鞋节目 也是希望知道 这个鞋做出来以后 会不会有人看 然后大家会不会有兴趣 就这样 目前看下来 我觉得老鞋还是有希望 重燃一下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 老鞋已死 没希望了 我觉得没有那么惨 好吧 就到这里吧 这集就到这里吧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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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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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